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的 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 最近我读完了一本简单易读的书 虽然篇幅不长 但给了我很多启发 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太紧张 太在乎得失 好像跟不上别人的步伐 或者人际关系和工作 给你带来了很多焦虑和困扰 那么这本书正好适合你 它告诉我们 过得平淡一点也无妨 人生反而会更美好 这本书叫做 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 作者是日本国宝级庭园设计师 生也俊明 他的书融合了禅学智慧 告诉我们即使淡薄一点 也能活出美好的人生 书中涵盖了五大主题 人际关系 摆脱负面情绪 停止磨损心灵 不自讨苦吃和活出快意人生 帮助我们放下无谓的执念和担忧 这本书篇幅简短 总共有99个禅学小智慧 每一个智慧只需两页就能读完 整本书只有200页 轻松愉快 作者强调 许多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 只要接受这一点 我们就能更集中精力 在当下 以及我们能够掌控的事情上 找回内心的平静 如果你想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找到内心的宁静 或者渴望摆脱负面情绪 停止心灵磨损 这本书非常适合你 《生夜俊明》的书给了我们实用的建议 激励我们成为一个不受人际关系操控 对工作时积极态度 每天都过得开心的人 接下来我分享一下 从这本书中得到的三点感悟 一 现代人被训练成对每件事都有反应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时 就觉得很有共鸣 书名直接触及了我心中的一个痛点 即我们现代人似乎被训练成了 对每件事都要有反应 没有反应就好像你很冷漠 很迟钝 或者很自以为是 我仔细思考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可能有以下三点 首先 社会文化对个人的影响 在许多文化中 特别是东方社会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要追求完美 超越他人 或者符合社会的期望 这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事情时 经常感到压力重重 担心自己的表现或他人的评价 其次 成长背景对个人的影响 如果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经常被要求关注细节 或者在犯错时受到严厉批评 我们可能会养成过度在意每件事情的倾向 深怕稍有疏忽 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 第三 信息爆炸对个人的影响 我们每天都被大量的新闻和社交媒体所包围 除了增加了我们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负担 也让我们更容易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 我们看到大家都在谈论某件事情 好像如果不表达一些意见 不参与讨论 就好像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 比如 在社交媒体上 一个人可能会对朋友的每一条动态都有所反应 无论是点赞 评论还是分享 即使这些动态对他个人来说 根本没有实质性意义 但受到社交媒体环境的影响 他仍然觉得有必要做出某种反应 以维持社交互动和凸显自己的存在感 这种过度反应不仅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也可能导致我们忽视了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 这本书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作者提醒我们 当面对困难或烦恼时 有时过度关注这些问题 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心情变得更糟 因此 放下一些不必要的反应 保持冷静和适度的距离感 更有助于我们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 二 承认不知道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在当今社会 信息已经变得非常丰富且容易获取 我们往往想要展示自己博学多时 好像什么都了解 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 我们觉得自己需要吸收更多信息 才不会落后于他人 有些人看到或听到消息 总是急于表现自己很有见识 立即回复说 这个我知道 或者嘲笑别人说 你竟然不知道这个 对于这种态度 作者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建议 坦然承认不知道 即使被嘲笑也无妨 他认为 即使我们不知道某件事 也不必为此感到尴尬或觉得丢脸 这样一来 我们反而能够避开那种 你好像必须知道所有事情的攻击 我个人的感觉是 要养成这种勇于说出不知道的心态 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 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事情 并且只需对那些事情 表达我们的反应即可 有趣的是 尽管我们只在乎极少数事情 但如果我们专注于这些事情 尽力做到最好 就已经足够了 我认为 与其急于展示自己无所不知 我更愿意坦诚地说 我不知道的事情 可能和你一样多 不知道才是正常的 而要是每件事都知道 那才奇怪 勇于承认自己的不知道 反而展现了一种自信 三 过于在意别人脸色 是卑微的表现 在我们小时候 可能会被告知 要懂得看人脸色 毕竟 人类是群居动物 学会读懂别人的脸色 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 然而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不要总是在意别人的脸色 这种行为是卑微的 作者指出 许多人过于在意别人的脸色 比如他们可能会担心 如果我做这件事 对方会责备我们 如果我说这样的话 对方会不高兴吗 作者提醒说 如果我们这样做 不是出于关心他人 而是害怕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 那么最好不要这样做 因为过于在意别人脸色的行为 背后意味着你卑微的仕途迎合对方 如果我们需要为每个人准备不同的面具 那最终哪一张脸才是真实的自我 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作者建议我们在与每个人打交道时 尽量保持真实 这才是建立互信关系的关键 这让我想起医生 皮特 艾特也说过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真的在乎某些人或某些事 即使只有一小部分 我们也会发展出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工作和生活中 无意义的人际关系会变得越来越难忍受 因此应该把精力放在和他人真诚互动上 让自己过得更好的方法是尽可能真诚 不要假装 也许我们应该学会拒绝 与自己关心的事情建立联系 为那些真正关心的少数人提供支持 而不是为了取悦 为了服务那些我们必须努力迎合的多数人 我们宁可冷漠 也不要假装关心 不要对每个人都有反应 把反应留给少数但重要的事情 阅读这本书的每一个禅学练习 让我更加确信一件事 那些真正活得自在 丰富 能够实现自己人生成就的人 不会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 除非你是政论名嘴 或者需要依靠时事来赢得关注的网红 为什么他们做出更少的反应 却能过得更好呢 心理学中的认知负荷理论显示 人类的工作记忆容量是有限的 当我们同时处理太多任务时 会导致认知负荷过重 效率下降 出错增多 决策能力也变差 神经科学则表明 大脑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时 会消耗能量 频繁的反应会导致认知疲劳 降低专注力和判断力 简而言之 我们一天的脑力是有限的 如果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 会先累死我们自己 因此 当我们面对永无止境的信息和要求时 需要学会选择性地做出反应 不要对每一条社交媒体帖子都做出反应 而是只关注那些 对自己真正重要或有意义的内容 而忽略其他内容 不要对每一封电子邮件都做出反应 而是设定特定时间来查看和回复 同时也选择性地回复邮件 不要对每一个生活琐事都做出反应 而是专注于那些 对生活品质有积极影响的事情 避免在每个小事上纠结 偶尔关闭信息的来源 保持内心的平静是必要的习惯 我们需要定期给自己一些暂停的时间 停下来审视自己 然后重新出发 通过有效地管理我们的反应方式 我们可以更聪明 更有效率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挑战 最后 我想补充一点 很多人在阅读完这本书后 可能会思考 那么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呢 毕竟 我们不能用鸵鸟心态 忽视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如果你想学会如何判断最重要的事情 我推荐你阅读 少 但更好 和高效习惯 这两本书 活得淡薄一点也没关系 让我们把大部分事情放下 把反应留给少数重要的事情 但要做到更好 更深刻 更真诚的反应 这样的人生不是更美好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